原标题 以罚中原期间,相关人物分别为将位、乔州和廖华。原文如下,后竹蓝表,犹豫被决。乔州书般奏曰,陈夜观天文,见悉数分野,将心让而不明。金大将军又欲出师,此行甚是不利。陛下可降召指之。后主曰,且看此行若何。果然有诗,却当阻之。 乔州再三苦见不从,乃归家叹息不已,遂推并不出。却说将为林兴兵,乃问料话曰,无今出师,至于恢复中原,当先去何处。话曰,连年争拔,君明不明。 监卫有邓岸,卒至多谋,非等贤之辈,将军强欲行难为之事,此话所以未敢专业。 唯博然大怒曰,西丞相六出齐山,亦为国也。 无今八次乏位,岂未已已已至四灾,今当先去逃。 阳,如有逆无者必战,遂流料话首汉中,自同株将提兵三十万,进取逃阳而来。 早有川虎人暴露齐山寨中,按照小说的情节发展, 实质将为第八次北伐结束后不久,将为下令抢修战道,整顿军粮兵器,又在汉中吹露条国船只, 无时又上书后主刘禅,要求再度进行北伐。 大臣乔州坚决反对,但后主刘禅犹忽再三,最终还是同意了将为的请求。 就在起兵之前,将为询问老将廖话,应该首先向何处发动攻击, 廖话反而对将为连年征战的行为提出劝谏,结果引发将为的不满。 将为随即率部北伐,只取逃阳,而将反对出兵的廖话,留在了汉中。 本文要介绍的三国成语,便是廖话口中的等贤之辈, 意为无足轻重的寻常人。 这也是由三国演义作者罗冠中所首创的一句成语。 诸葛亮病逝后,楚汉的北伐重任,就落在了将为的身上, 这一点是历史事实。 经过在真实的历史当中,将为的北伐, 并非如小说所描述的那样多达九次, 但连年征战却是不争的事实。 不过,此时的俯汉帝国以日益衰落, 国力大不如前,将为的北伐, 不仅未能取得成功,反而引发了不少内部矛盾, 同时也激起了部分大臣的不满, 老将廖话便是其中的一位。 据三国志廖话传著尹汉进春秋记载, 将为最后一次北伐过程中, 廖话的确提出过反对意见。 当时廖话是这样表态的, 兵不及,必自焚。 廖话词语道出了将为的弱点, 自己的能力不如对手, 实力也弱于对手,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急于建功, 怎么会有成功的希望? 而事实也却如廖话所预料的那样, 将为了此次北伐, 又是无功而返。 而就在这次北伐结束后的第二年, 陶卫就发动了灭蜀之战, 蜀汉帝国在短短数月那边宣告王国, 这也体现出蜀汉与陶卫综合国力的巨大差异。 参考书籍《三国志》三国演义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